所以这次也是我真正的第一次自己尝试去做灰面 所以做不好的地方呢 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但是呢 这个料啊 这个正宗的程度啊 我是可以保证的 然后在今天呢 其实过来之前呢 我就已经在这个地方煮了半天了 我这会儿水已经开了 然后羊肉呢 已经炖了好久了 还是非常到位 我这先把火调小点 这样防止它一会儿冒出来 对 因为我们河南呢 有很多的美食 比如像这个扣碗 你们应该知道什么东西吧 扣碗 就先把那个肉做完之后 蒸一蒸蒸 扣过来吃那种扣碗 说河南话呀 来 那你们给我打几个弹幕 我来跟着说一说 哎 他们有人说 行刀林怎么做了一个双眼皮啊 哎 我这么多年 我不一直都是双眼皮吗 那双也是双 那双 看见没 咱是那双啊 那双 一直都是那双 开封的火辣汤好喝 对 开封的好喝 开封还有童子鸡 然后烧鸡 哎 这个说的好啊 过年看泽军记 真的好好追则泽军记 谢谢谢谢谢谢 哦 你看评论刚刚有人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河南到底算是南还是北 就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说 哎 说你们河南到底算南方还是北方 然后我说我们中原 切的时候也吃完了 我切的时候也放进去很多呀 都给你吃了呀 怎么减肥呀 咋说咱也是之前减100斤的人啊 我减100斤那时候 像灰面 我这么爱吃 我最多就是喝两口汤 这面是一口不能碰 我减肥的时候就是一年没吃碳水 然后没碰糖 然后每天运动健身 然后吃菜 对所以我当时减肥的时候也出现过用 灰面的汤就是羊汤 就大概这种灰面的做法 煮点青菜 煮点羊肉 就这么吃 绝对是一口面都不敢碰 但现在呢 好像不太容易长胖 自从瘦下来之后 所以我现在就比较放飞 就敢吃东西了 不掉饭吗 哎别咒我了 我才25岁 我要真往后脱发 不也得再晚个几年了 是不是 你喜欢吃螺蛳粉吗 喜欢啊 那个北京好多螺蛳粉都吃过 但我不知道我吃是不是正宗的 面条该凉了 面条我吃完了 就成汤了 把这料再扒一扒 哇 绝了绝了绝了 绝了绝了 什么时候再演演八王面 有机会了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是不抵触的 但咱能不能就说 咱现在想好好把裴眼神看完 我觉得裴眼神非常优秀 是我所有角色里面 他的这个智商啊 绝对是排第一的 说啥 我多久没吃饭了 我中午吃了那个一个汉堡 一个鸡腿 还有一份薯条 绝了今天工作了一天 然后 对所以 可能饿了吧 然后就吃了 都看出来不够吃了 不行 主要是现在剩的时间 不够我再煮一份面了 要不然我还可以再吃点 咱就说要不然 啊行 给你们留着给你们留着 那还有一块羊肉 我刚都不敢碰 我刚准备碰一下 前面要做的工人 他要吃你羊肉了 他要吃你羊肉了 就这一块就这一块 我不敢吃了 就真不敢吃了 只为他们就该骂了 我没有 不至于不至于 吃吧吃了 你简费 你干什么 我把我保住体型 真在 待会还要工作吗 要啊 这一会 对吧 这马上该过春节了 对吧 所以还得拍拍新年的物料 还要营业呀 对不对 对吧 这我要是不拍新年物料 不营业的话 估计 又该骂工作室了 面都没了 我咋就不能唠嗑了 是不是 汤不胖 我给你们讲 最胖的是面 面我都吃完了 你说我还在意这个汤吗